这个共识群的广大听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浩武 我应这个 刘善女士的要求 今天晚上来给大家做一场分享 这场分享主要讲的是 这个阿拉伯世界的 百年翻译运动 围绕介绍阿拉伯世界 我准备了三场讲座 前面我曾经讲过一场 就是关于伊斯兰文明 第二场是讲百年翻译运动 还有第三场就是阿拉伯世界大征服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 陈老师你为什么会讲阿拉伯世界呢 会讲伊斯兰文明呢 因为从现实的世界来看 大家对伊斯兰世界 基本上持一种比较负面的这种评价 特别是 前些年这个ISIS 还有这个欧洲出现的这种 所谓的绿化现象 还有阿富汗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大家觉得 这个族群 他们值得研究吗 他们值得来讲吗 的确这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问题 我所关注 大家知道我所关注的是人类文明史 人类文明史 那么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讲 阿拉伯世界是值得关注的 之所以说他值得关注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知道有一个宗教系 叫亚伯拉罕宗教系列 这个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系列 他包括 他包括犹太教 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 当然基督教有很多分支 包括天主教 基督新教 基督新教又有分支 安利干宗 加这个加尔文宗 还有圣公会 我们不管他 我们把它统称为这个基督教 那么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这三大教 统称为亚伯拉罕宗教 因为他们共同的先知 祖先就是亚伯拉罕 这个宗教有多少人口呢 在全世界大概有40亿左右 有40亿左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群体 那么我们不能忽视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 根据这个伊斯兰人的教义 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都承认 伊斯兰教共同的走线是亚伯拉罕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的妻子 他是不是不生孩子的 不能怀孕 不能生孩子 所以后来他和死女下家 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叫伊斯玛利 他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当这个孩子生下了以后 他的正妻就是萨莱 又怀孕了 于是生下一个孩子叫伊萨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所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他们是一个共同的祖先 他们是共同的祖先 这一点犹太教的历史 旧约是这样写的 伊斯兰教的历史 古兰经也是这样写的 因为他们都承认这一点 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 我们必须要关注伊斯兰教 关注阿拉伯世界 另外一个就是 包括我今天晚上要展开 讲座的一个内容就是 因为阿拉伯世界 曾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 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伊斯兰世界 他们在九到十一世纪 这个期间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伊斯兰世界 或者说阿拉伯帝国 他们是占据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 是最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掌握在他们的手上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在西班牙曾经建立了一个阿拉伯世界的王朝 叫后沃玛亚王朝 这个后沃玛亚王朝的根据地 它的首都 就在科尔多瓦 他们说这个当科尔多瓦 当科尔多瓦的城市里面满成这个灯火 过了五百年 伦敦才出现有路灯 就是在伦敦出现路灯的五百年前 在阿拉伯世界的首都科尔多瓦 是这个 灯光明亮 业余白昼 是非常的发达 这就是一个 是一个象征 就是说 他们曾经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平台 或者说 他们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 曾经充当过一个火炬手 这次所谓的火炬手 就是我今天要展开讲的 就是阿拉伯世界里百年翻译运动 我们知道在一千多年前 在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一场 这个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 这场运动当中 阿拉伯人 或者说伊斯兰世界 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火炬的传递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把古希腊 古罗马 古印度 以及其他古代的哲学 科学 学术思想 系统的收集整理起来 全部翻成阿拉伯语 保存起来 并且发展了 他们所保存的这些 古希腊哲学 古印度授学 古罗马的这个 和古埃及的天文学等等 所以这些伟大的成果 不仅推动了伊斯兰文明 而且最终又传到西方 翻譜了西方 而且这就是文艺复兴的源头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讲 东方智慧 它如何影响西方的文明 它有三大思潮 我们要确立一下 就是说 东方的智慧 其实是非常 这个高的这种水平的 非常高的水平 因为几乎所有文明的源头 都是东方 那么第一次 东方文明影响西方文明 是古埃及和两核文明 就是所谓的美苏不达米亚文明 优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个领域的文明 他们影响到地中海 形成了古希腊 古罗马文明 那么第二场就是以色列和犹太教 他们影响 形成了基督教文明 那么第三场就是阿拉伯 加上古波斯 他们的百年翻译运动 影响了西方 就是我说 最后他们翻谱了西方 形成了西方的 唯一夫妻运动的 一个诱因 一个诱因 所以我们简单归纳一下 古埃及和 两核地区的文明 它作为东方智慧 影响到西方 是形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 这个叫古典时代的文明 以色列和犹太教 影响到基督教文明的形成 这是欧洲文明最核心的部分 那么第三场就是 阿拉伯和古波斯 他们在百年翻译运动当中 所形成的东方智慧 影响到西方 而逐进了西方的 这个文艺复兴 我们所 我们所说的 这个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 主要发生在 阿巴斯王朝 所以呢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阿巴斯王朝 我们知道整个伊斯兰世界 它其实有三种文化传统 那么在 斯大哈利发时期和 罗马亚王朝时期 这个时间大概是公元 661年到公元750年 这个时候 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明 文化是阿拉伯文化传统 因为他们刚刚从半岛走出来 我在前面一讲 讲到伊斯兰教的建立 他其实是现代文明至光 开始覆盖了阿拉伯半岛 那么一直到 罗马亚王朝 这个期间 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 伊斯兰世界的历史 文化背景 主要是阿拉伯文化传统 那么第二个结旦就是 阿巴斯王朝 阿巴斯王朝是从 公元750年到 1258年 这个时候的传统 有相当一部分 是波斯和希腊文化传统 我们知道阿巴斯王朝 这个兴起的时候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 横跨欧亚非的这么一个大帝国 那么这个大帝国 他们征服了波斯 征服了希腊 征服了埃及 但是他们反过来 又深受这些文化的影响 所以阿巴斯王朝的文化背景 是波斯和希腊的这个文化背景 那么到了后来 这个奥斯曼帝国啊 他的这个阿拉伯世界 也是这个阿拉伯世界 也是伊斯兰教世界 但是他的文化传统 就成为突厥文化传统 所以我们要了解 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文化 他不是一层不变的 他从阿拉伯文化传统 转向波斯希腊文化传统 再转向突厥文化传统 就是主要在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 所以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阿巴斯王朝 因为整个翻译动 是发生在阿巴斯王朝 阿巴斯王朝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从75年到1258 那么公元750年 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阿巴斯王朝 取代了沃玛亚王朝 那么这个王朝 他是怎么在更迭呢 我们知道在摩哈曼德归正以后 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个叫所谓的四大哈利法时期 这个从公元632年到公元661年 这个三十年被称为四大哈利法时期 也被称为正统哈利法时期 因为摩哈曼德去世以后 他后面一共有四个哈利法继承了他的这个传利 但是这四个哈利法的产生 是由一种元老政治 一种共和传统推举出来的 这个新的领导人 比方说这个波克尔 奥斯曼 奥迈尔 奥斯曼和阿里 这四个哈利法 他们总共持续了三十年时间 从632到661 那么这个转折出现在公元662年 就是阿里被刺杀以后 身在大马士革的 这一个总督 他自离为哈利法 就建立了一个王朝 这个王朝被称为 沃玛亚王朝 因为沃玛亚也是当年在 麦加的一个贵族 因为他们的军功 他们担任了大马士革总督的这个地位 所以他们因为他有强大的军力 所以他们就自离为王 在他自封为哈利法的同时 也把自己的儿子 封为这个哈利法的继承人 这样呢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种政权的更迭 就从一种元老共和政治 传到了一种这个世袭的家族政治 家族政治 所以维马亚王朝的建立 其实是深刻的改变了 这个这个伊斯兰世界的这种政治传统结构 就是过去的那种共和元老政治 不存在了 就是谁有传利 谁就自封为哈利法 当然他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抗 那么在公元750年 有一个阿巴斯家族 这个阿巴斯家族也是麦加的一个贵族 所以这个贵族 他在伊朗里东部 就是在呼罗山这个地方兴起 他们联系这个什叶派穆斯林 一起共同推翻了这个 这个沃玛亚王朝 然后 这个王朝就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这个新的王朝以这个阿巴斯家族来命名 就被称为阿巴斯王朝 这个王朝从750年建立 一直持续到 蒙古大军在1258年 攻占了这个这个这个巴格达 因为他们的手都在巴格达 阿巴斯王朝里手都在这个巴格达 所以这个王朝才灭亡 他们也持续了一百多年 那么我刚才说 翻译运动主要发生在 这个阿巴斯王朝 那么翻译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学术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这个观点 研究观点来看 大家一般都认为这个起点在八世纪的中后期 就是阿巴斯王朝里一个叫曼索尔哈利法 他登基的时候 他登基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这个 以他这个登基为起点呢 因为这个曼索尔哈利法 他的登基就已经开始在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 就是我刚才说的 波斯的文化 深刻的影响到这个阿拉伯文化 我记得我我多次去这个伊朗啊 就是古代的波斯 今天叫伊朗 我去了五次啊 到这个国家 这个我们的这个导游啊 我都很认识了 因为他们在那个国家 能够说中国话的人呢 大概也就那么几个啊 很少 这个人是个谜底人 他多次接待我们 他他们一直到今天 整个这个波斯人呢 都很强烈的这个瞧不起阿拉伯人啊 他就跟我开玩笑说 当时去征服 这个波斯的啊 这些阿拉伯的将军啊 十个人有八个是不认识一个字的 他认为他们没有文化 但是我们知道波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文明啊 波斯 无论是历史 宗教 哲学 思想 文艺 他们都达到极高的这种水准 波斯的这个索罗亚斯德教 和他的这个教义阿维斯陀 以及波斯的这个 这个 这个诗人啊 那这都是 他们都是极高的水平 所以 当一个 蛮族起来 征服了文明的波斯 波斯反过头呢 又用他的文化来征服了这个蛮族 这个关系有点像啊 蒙古征服了这个中中中华啊帝国啊 满清征服了中华帝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武力的征服啊 但是实际上后来他们都接受了儒家的文化 所以这这是一个这个反征服的过程 就是武力 他是一个对肉体的征服 是一个暴力的征服 但是文明 他不是用暴力能够消灭的 文明最后反过来会 去吸收这些啊暴力的群体 让他们变成文明的这个这个群体 那么这个关系啊 阿拉伯世界征服了波斯以后的关系 大体上就是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 那么他什么时候结束啊 什么结束 一般都认为在十一世纪左右啊 呃 是百年翻译运动 我们说从八世纪中后期开始 到十一世纪左右啊 这个大概持续了两百年啊 前后大概持续了两百年啊 当然他为什么 这个这个 呃 中止掉了 这个翻译运动这么好 为什么他中止掉呢 这个我后面还会讲到啊 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呃 伊斯兰原教师主义的兴起 就是有所谓的一个 圣律派啊 圣 圣人的圣律 法律的律 圣律派 这个圣律派是 伊斯兰教的一种神学啊 他们 起来后挑战 啊 阿维森那里哲学体系 挑战这种理性的科学主义 所以 呃 这个翻译运动 截止 呃 所以这个我大概大体上描述一下 他们持续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啊 我刚才说他的起点是在这个 呃 起点是在这个这个曼索尔哈利发时期 这个曼索尔哈利发是在公元七百五十四年到七百七十五年 在位啊 他在位期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首都 啊 从 今天在土库曼斯坦的目录啊 我就说呼勒山这一带 迁到了巴格达 巴格达在哪儿 巴格达在今天的伊拉克 啊 在今天的伊拉克 所以这个重要的一个一个首都的迁徙 他其实是 呃 把一个欧洲的国家牵向一个亚洲的这个 把一个欧洲的中心牵向中亚的一个中心牵向一个这个 呃 伊拉克巴格达这个地方 那么他需要在这个地方来建立一个新的城市 就是建立首都 巴格达原来是没有首都的 他完全是在旷野上啊 在河边建立一个新城 那么围绕这个新城 他有很多这个呃 这个带来一种系列的变化 好比说 这个曼索尔呢 建立这个巴格达新城 他给东方思想的传入 就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啊 而且在这个时候 波士文化全面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 而且曼索尔哈利法 他特别重用这些波士级的官员来治理国家 那么无论在行政管理体系上 还是在文化上啊 波士文化都非常系统的 这个呃 开始对这个阿拉伯世界产生影响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啊 非常重要的起点 那么翻译运动主要的发生在 阿巴斯王朝的这个所谓的哈伦夫子 这个呃 执政的这个这个时期 哈伦啊 哈伦叫哈伦纳西德 哈伦纳西德是阿巴斯王朝的第五任哈利法 这个人 这个哈利法非常有志向 他十七岁的时候就率军去攻打这个伊斯坦布尔啊 当时叫拜占帝 结果 这一张是他赢得了极大的名声啊 那么这个哈伦纳西德 他有两个旗子啊 有两个旗子 第一个旗子生了一个儿子叫艾敏 是艾敏 第二个旗子生了一个儿子叫马蒙 啊 马蒙 这个艾敏的妈妈 就是他的第一个旗子是阿拉伯人 但是马蒙的妈妈 是一个波士人啊 是一个波士人 所以哈伦 哈伦你这两个儿子都非常的优秀 那么哈伦在位的时候就把长子作为第一继承人 而把次子作为第二继承人 这个显然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啊 很大的隐患 所以他一死以后 艾敏就是长子和马蒙 就之间发生了学习的战斗啊 为了争夺王位 争夺王位 那么这个最后的结果是马蒙 战胜了艾敏啊 当了这个哈利法 那么马蒙成为哈利法 毫无疑问就更加为波士文化打开大门 因为马蒙的母亲就是波士的这个血统啊 他肯定对他的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这个写这个 罗马史的这个作家叫吉本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 他说一句话 他说 九世纪是以两个皇帝的名字做开端的 一个是西方欧洲的查理曼 一个是东方阿拉伯世界的哈伦拿西德 他就给哈伦拿西德很高的评价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这个讲这么一句话 就是没有穆罕默德 就没有查理大帝 查理大帝是谁呢 你们如果到欧洲去旅行 你看到在法国巴黎的那个巴黎圣墓院 全是被烧了的那个啊 这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教堂 叫巴黎圣墓院 这个大教堂门口就有一个 骑着高头大马 骑着一个铜一个铜像啊 一个铜像骑在高头大马上 这个人就是查理大帝 查理曼大帝可以说是 查理曼大帝可以说是欧洲之父啊 欧洲的整个文明 就是从查理曼大帝开始啊 他是在公元八百年的时候啊 受洗成为基督徒 然后有教皇受封 他成为这个法兰克的国王 这个古老的法兰克 后来被他的孙子分成了三个国家 东法兰克 中法兰克和西法兰克 那么这三个法兰克东西中 就是今天的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啊 我们知道这个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国家 他们都是共同的走线 就是查理曼大帝 所以 基本说 九世纪是以两个皇帝的名字开单的意思 就是说啊 哈伦拉西德和查理曼大帝 有同样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影响和地位啊 那么我们要 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伊斯兰世界 阿拉伯世界 他这么来追求这个文明呢 他们为什么对西方 对原来的古罗马 古希腊的这个文化 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呢 这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里面 一个是阿拉伯世界通过他的大征服 这个时候已经建立了一个浑跨欧亚非的这么一个大帝国 这个大帝国本身已经覆盖了多元的文明 我们知道阿拉伯世界啊 本来他是一个很晚才登场的一个民族 一个族群 他的文明也很晚 但是他一下通过建立伊斯兰教以后 通过大征服 他完全建立一个洪抗欧亚非这么一个大帝国 那么 夸去了阿拉伯半岛 夸去了阿拉伯的地界以后 这种伊斯兰宗教的教义和阿拉伯世界的文明 受到严重的挑战 受到严重挑战 比方说 这个穆斯林他每天要五次礼拜 要五次礼拜 他们原来在阿拉伯半岛上 他们就向着卖家的方向做礼拜 非常简单 因为整个半岛就那么大 他知道哪个地方是卖家 但是 当阿拉伯世界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这么一个大帝国 你如何确定卖家的方向 如何给每个穆斯林提供紧确的礼拜方向 如何提供紧确的礼拜时间 这个都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 所以他必然要推动天文学的发展 你只有天文学的发展 你只有观星术对天象的研究 你才能够提供 这个礼拜的方向在哪 他要对着这个卖家礼拜 礼拜的方向在哪 他准确的时间 是什么时间 才开始在宣礼 这个宣礼塔上叫大家来 参与这个礼拜 所以他看起来是一个 天文的问题 其实他的本质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我们在阿拉伯世界旅行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现象 就当你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抬头看天花板 那个天花板上一定有一个指向 是一个绿色的箭头 是一个指向 开始我们搞不明白 说这个东西是干嘛 是不是一个逃生路线 后来看不是啊 因为那个门的背后都有那个逃生路线 后来才明白 那个就是卖家的方向 当宣礼塔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你马上要到地下来跪拜 你跪拜的方向不能下跪 你要朝着卖家的方向跪拜 那么这个箭头就跟你指明了 卖家在什么位置 在什么位置 所以这个 这个宗教问题 他原来在半岛上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但是他们离开了半岛 他马上面临这个问题 据说 在公元771年的时候 有一个印度代表团 受邀访问巴格达 那么这个印度代表团 带来了一本书 这个书的名字叫戏谈 戏谈 我们中文里翻译的两个字就是戏 就是熟悉的戏 熟悉的戏 谈就是那个 谈木 谈木家具那个谈 叫戏谈 当然这是 这是一个拼音 把它这个意义过来的 就是戏谈 据说这个戏谈这本书是谁写的呢 是印度非常有名的一个 啊 受学家 叫婆罗摩基多 是他的作品 这个人是个天才啊 这个印度人呢 在历史上 这个印度人在受学领域当中 他们都是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的 所以戏谈这本书呢 他涵盖了天文 受学和印度其他的 这个所有科学的这么一个珍贵的剧作 结果这么一本书 随着印度代表团被带到了巴格达 那么就让阿拉伯人得到了这么一个 含有多方面的这个科学知识的 特别是有受学的这个知识的这么一本书 这个对阿拉伯来讲 阿拉伯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经典 好 比如说这本书里面 他有关于自元素 零 负数 这些概念 还包括三角函数 的正旋 正旋 嗯 那么阿拉伯 阿拉伯世界阿巴斯王朝的这个曼索尔哈利法就命令 啊 一个叫法沙尼的这么一个学者来翻译这本书 把这本书翻译成阿拉伯文 要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啊 这个书把它翻译出来了 后来拿到这个书的一本以后 有一个数学家叫穆萨花拉之密啊 他就在这本书的技术上发展出了一些新的数学的啊 这些这些这个呃知识啊 这个这个穆萨花拉之密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 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啊 也是阿拉伯早期翻译运动当中的一个参与者 他本人出生在西瓦 西瓦是个古城 在今天的乌斯别克 这个我到乌斯别克去 我还拍了一张他的照片啊 他的铜像是放在西瓦里这个城门口啊 那么他其实真正名字叫穆萨啊 一本穆萨 但是他的后面有一个后缀叫花拉之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是花拉之魔人啊 在那个时代 就是在蒙古人还没有灭掉花拉之魔的 这个时候啊 他所与花拉之魔的人 所以人们尊重他就把它称为穆萨花拉之密 穆萨花拉之密就翻译了这位戏谈 在这个级组上 他被后人称为戴术学自负啊 他在这个级组上发展成了啊 这个这个 这个六种三角函数 这个三角函数就是正弦于选 正切于切正格于格 我们读过这个中学啊 这个戴术的我们都知道这些啊 这些概念 就是在戏谈这本书 这个印度的书里面他只有正选 但是花拉之密发展出了正选以外的余选 和正切于切正格于格 就是叫六种三角函数 六种函数 三角函数 那么在曼索尔哈尼法时期的 这些主要翻译成果就包括戏谈当中的这个啊 印度天文学包括几何原本包括大汇编啊 啊也就是自大论包括包括这个啊 这个啊散书道论啊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叫自大论啊 自大论自大论是什么东西呢 自大论是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公元140年左右创 编创的一本关于天文学和数学的百科前书啊 这本书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 阿拉伯人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为了表示对托勒密的尊重 起名为自大论 就是你可以从中看出阿拉伯人在这个上的谦卑 啊也表明他们对学术的这个重视啊 起名自大论 那么这本书在十七世纪之前 一直是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世界关于天文学的一个基本的指南读本 所以那个时候的天文学阿拉伯世界天文学主要是继承了啊 希腊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这本书 这个说起托勒密啊 还有个笑话啊 有个笑话 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的这个这个埃及这个王朝是托勒密王朝啊 就是亚历山大东征他33岁时就死掉了 他死掉以后 他的身后这个巨大的庞大的这个帝国留过他手下的三个将军啊 其中一个叫塞留古王朝 一个叫托勒密王朝 这个托勒密王朝就是在埃及建立的一个帝国的托勒密王朝 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埃及宴后啊 这个埃及宴后就是托勒密的第八四孙啊 第八代的国王 他继承了埃及的王位 当然最后他死了啊 在罗马在公元前三十年征服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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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啊 所以 有些人为了尊重天文学家托勒密 在他头上画了一个王冠啊 以至于后来有些学者把天文学家托勒密和埃及的国王托勒密搞混淆了 搞混淆了 就是以为这个托勒密是那个托勒密 其实不是啊 是不是 但是走一见这个托勒密 他的影响只大啊 影响只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一个叫唐若旺的这么一个人啊 唐若旺 这是一个基督教耶稣会来中国传教的一个啊 传教士 这个传教士在中国影响非常大 如果说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有两个重要人物的话 那么一个是立马逗 一个就是啊 唐若旺 唐若旺在明清两济都受到皇家的重视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懂天文学 所以 或者到明朝里到清朝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任命为清天建建政 所谓清天建建政就是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啊 所以这个这个职务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能够 活起这个这么高的这个政治地位 而且得到皇家的重视呢 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对天文学的贡献啊 虽然后来有人挑战他的地位 比方说 有叫阳光先的这么一个人来挑战他的地位 但是啊 最终还是 这个唐若旺胜处了 唐若旺胜处了 那么唐若旺他所遵循的天文学的这原理从哪来呢 仍然是来自托勒密啊 还是来自托勒密 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托勒密的天文学 所以唐若旺就在中国的传教当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啊 我们知道这个清朝入关的第一个皇帝啊 就是就是这个皇太吉死了以后啊 多尔滚有一段时间设政 后来有一个小皇帝来亲政的这个人叫顺治皇帝啊 顺治皇帝就和唐若旺关系非常密切啊 顺治皇帝小时候一直喊唐若旺叫马伐 这是这是一个蛮语啊 马伐什么意思 就是 慈祥的父亲啊 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是非同一般 当然有人由此推断说 呃 由于这个唐若旺的影响 顺治皇帝其实已经归异了 归异了基督教 这个这个手法是呃 是没有得到历史证实的啊 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明这一点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顺治皇帝他归归 那么我刚才讲啊 这个哈伦拉希德去世以后 由他的赤子马蒙来继承了这个哈利法的这个地位 那么等马蒙他继承了哈利法以后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就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啊 马蒙哈利法登基以后他结束了内战啊 所以这就是阿玛斯王朝走向了一个鼎盛期 那么翻译运动也由此走向一个鼎盛期 马蒙本人的这种波斯学统 使他深受波斯文明的影响 而且马蒙本人 他也精通科学和哲学 他本人对天文学和占星书都非常有兴趣 这个文献上记载 马蒙哈利法甚至亲自带着天文学家 在这个新加尔里沙漠里面来测量这个地球的周长啊 因为台来 他对这个世界里这个文化的兴趣已经他对天文学的兴趣 他自己都亲身来参与啊 马蒙认为 拜占庭帝国因为信奉基督教而放弃希腊文明 所以愚昧落后 那么阿拉伯世界必须要全面的吸收和发扬希腊文明 这才是先进的啊 学习希腊文明有利于统治的合法性啊 有一个传说说马蒙在会见大臣的时候他讲 说他头天晚上啊 他做梦在梦中梦见了这个亚里士多德啊 就他非常喜欢亚里士多德 那么因为马蒙 热衷于这个希腊哲学 那么他在梦中和亚里士多德对话 马蒙就问 请教亚里士多德如何定义好的事物 就什么是好的 亚里士多德回答 理智和启示 那么理智和启示在马蒙看来就是科学和宗教 啊 理智就是科学 启示就是宗教 所以马蒙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回答 说明科学是一项宗教义务 他认为拜占庭人放弃了希腊哲学 才开始变得邪恶 所以伊斯兰教要反对基督教 就必须要继承亚里士多德 要继承希腊哲学 你看 马蒙他是这样来认识的 所以这就能够很好地解释 为什么他们要去努力地翻译亚里士多德 和伯拉图里这些希腊哲学 他们把整个对希腊哲学的继承 看成是一种宗教义务 看成是一种宗教义务 所以马蒙担任了哈利法以后 他在巴格达首都 在皇宫里面 设立了一个叫智慧宫里这么一个机构 他其实是借鉴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宫体制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 不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 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学宫体制 这个亚里士多德在征服在东征过程当中 他其实他的使命是在传播一种希腊文明 他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征服 他认为他要把所有的征服之地都变成希腊文化的影响 所以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征服被称为一个叫希腊化时期 就是因为他其实是在用希腊文明在征服其他的文明 那么他就创建这种学宫体制 当时在埃及有一个城 以他的名字来秘密叫亚里士多德里亚 这个城市今天还在 也就叫亚里士多德 他的学宫就在设在这个地方 里面召集了大量的这个学者在这个地方来做学问 来研究这个希腊的理性哲学 那么马蒙就学到这一点 他就在首都巴克达建了一个叫智慧宫 这个智慧宫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智慧宫相当于皇家图书馆 皇家翻译室和皇家研究院 这个三者的合一 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智慧宫嘛 你想想看啊 那么这个智慧宫保存着大量的梵文 希腊文的这些古典经典 马蒙在智慧宫 就是召集大量的这些宝学之士 叫宝学禁秀之士 不光是宝学 还有禁秀 容貌禁秀 让这些人来到智慧宫 比方说像凡一家胡莱恩 像数学家穆萨兄弟 像哲学家金迪 像我刚才讲的代授学家 这个代授子父穆萨华拉兹密 而且 马蒙在召集这些宝学禁秀指示的时候 并不问他们的宗教信仰 所以来到智慧宫里有大量的这些锦教徒 基督教徒 犹太教徒 索罗亚斯德教徒 还有很多改宗的伊斯兰教徒 还有很多改宗的伊斯兰教徒这些异教徒 他只要这些人 你有良好的这种外语的知识 你有良好的阿拉伯的语言能力 你能够做好这些翻译工作 就把你遭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马蒙哈里发 他为了能够去搜集了更多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古典名具 我们知道就是说在 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这个时候 这个欧洲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中世纪 中世纪一千年的起点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 公元467年到公元1453年 东罗马帝国灭亡 拜占庭灭亡 这个长达一千年被称为中世纪 那么九世纪就是在中世纪 人们认为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 就是这个蛮族占领了罗马 文明被摧毁了一塌糊涂 所以很多这种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 古埃及的文明都流失了 都消散了 所以马蒙他在皇宫里面 在这个哈利法利皇宫里面设立了一个职务 这个职务叫塑书史 塑书 塑就是搜索的塑 就是这个塑书史是做什么呢 他就派他到全世界去找书 找什么书 主要是找古希腊 古罗马 古埃及 古印度里 这些经典 这些包括他们的哲学 宗教 思想 天文 医学 还有等等其他科学方面的这些 这些知识 所以派塑书史 到全球去找书 这是 阿巴斯王朝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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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立啊 一个创立 他们找这些最好的书籍 他们甚至不惜以等价黄金来购买 啊 他不是说找着这本书 一共是有一公斤 这个这个经典 哎 我付你一公斤黄金 把这本书给你买过来 OK 所以 他们是不惜重金啊 有国家的力量 包括哈利法这些贵族 个人的这种资助 啊 来大量的收集这些西方的这种古典啊 这些古典 这些经典 特别是强调古希腊的哲学啊 古希腊哲学 他们对亚里士多德有极高的这个这个兴趣啊 因为苏格拉底是没有留下什么俊作的 苏格拉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柏拉图后来这个留下来的啊 亚里士多德 那是有东西留下来 有文字可以留下来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对希腊哲学 有如此深厚的这种兴趣呢 啊 就是 这些穆斯林的学者试图借鉴希腊哲学的逻辑推导和理性思辨 来认证伊斯兰教的信仰 他们要运用希腊哲学来探讨安拉的本体 和其属性的关系 他们要运用希腊哲学来探讨安拉前定和自由意志 所以就形成了伊斯兰教这种基督教士和以色列司令这种 驻经学啊 驻经学 那么伊斯兰教神学 他们承袭了新阿拉伯拉头主义的传统 就是崇伤理性强调识别 我刚才说伊斯兰教去占领了波斯以后 波斯这个地方原来信仰的是 苏罗亚斯的教 我们说叫 叫拜火教 其实拜火教这个称呼是不大很尊重他们的 可以称为险教 称为险教 就是险教的这些祭司 他们有极高的这种 学样 所以他们不断地来挑战伊斯兰教神学当中的这些问题 挑战这个固然经当中的问题 有时候也被他们问得雅可无言 所以他们急需要去寻找亚里士多德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这种逻辑思辨能力 他的逻辑学 他的归纳和演绎 是世界上独畅的 那么这种强大的逻辑力量 是要为一个神学来辩护所必须要的思想武器 所以他们就特别重视 这个希腊辞学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当时在智慧宫里这些 翻译做从事翻译 百年翻译的这些伟大学者 这些伟大学者 他不是说有个叫胡赖恩的 我跟他讲到 胡赖恩是阿拉伯伊的一个医学家 他们世代都是涅士托里派的基督教徒 什么叫涅士托里派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就是基督教 他有很多异端 有很多异端 就是基督教和罗马帝国 他不是同时成长起来 基督教从公元元年开始 他就开始生长 但是他真正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是在公元313年 米兰治理以后 才开始成为正统的宗教 这个时候 罗马皇帝开始站出来 整顿这个基督教组织 特别是要统一基督教的教义 所以他们就对他们不同意的 他们或者说违反这个 这个尼西亚性情的这些东西就被称为一端 就把他赶出罗马帝国 其中有一个派别叫涅士托里派 因为他们提倡的这个教义和 尼西亚性情有冲突 所以就被赶去罗马 赶去罗马帝国的疆域 他们就来到了波斯 来到波斯 这一派被波斯的皇帝 劫拉以后 他们就在波斯传教 结果他们发展了很大 这一派就被称为涅士托里派 这一派后来也传到了中国 就是叫锦教 这个锦就是风锦的锦 就锦教 我们知道在西南有一块很重要的碑 叫大秦锦教中国流行碑 就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就是当时的长安 有很多锦教里这个寺院 这个胡兰恩 他其实是一个四代的 涅士托里派的这个基督教徒 精通阿拉伯语 古叙利亚语 希腊语 他通过穆萨家族 给介绍接近了马蒙哈利法 成为宫廷的御医 那么这个胡兰恩和他的儿子 伊沙克 执尔 胡拜须 为核心 组织的一个翻译队伍 翻译了大量的希腊经典 主要有 西伯克拉底 巨作十五种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希腊的 医学的笔作 我们今天每一个医生 在医学别以后都要来背诵 西伯克拉底誓言 就是这么一个人 盖伦 他的巨作九十种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巨作 这个多种 还有一个人叫 沙比特 也是在翻译运动当中 一个伟大的学者 这个沙比特 他翻译了欧基里德 阿基米德和托勒密的 这个大量的巨作 我们知道欧基里德的几何学 阿基米德 包括托勒密我刚才说 他的天文学 另外还有一个叫金迪的人 黄金的金迪就是那个 迪斯科的这个迪 他被称为阿拉伯哲学家之手 这个人乃自库法 出生在贵州的名门 在马蒙时代 他是享有盛名的阿拉伯世界哲学家 学师极为渊博 他精通医学 哲学 数学 逻辑学 几何学 占星学 疑神 巨拙 等身 就是写了很多这个东西 金迪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 他主张哲学和宗教调和 知道在阿拉伯世界 因为这个繁衣运动形成了一个所谓亚里 阿拉伯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学派 这是一个专门的学派 就是这些人他们全部都崇尚 这个亚里士多德 还有一大学者叫法拉比 这个人也很有名 他是一个医学家 也是个心理学家 这个人出生在波斯 他是波斯学统 他承袭了希腊哲学 同时又深受这个苏菲的这个神秘主义影响 认为阿拉是永恒不变的第一存在 宇宙现象 始于阿拉的牛义 啊 牛义啊 我们知道这个词 牛 牛死的牛 义就是曼出来的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第一件牛义 其实是 希腊哲学家菲洛提出来 那么我们看 法拉比的这个思想 他显然是非常深刻的受到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特别是受到了菲洛的影响 法拉比在他整理研究西域回湖医学的技术上 编注了十几部医学去做 啊 那么后来有个学者叫阿维森纳 这个阿维森纳就是受他的影响成长起来 阿维森纳后来出版了大疑点 阿维森纳深深得益于法拉比 就是 阿维森纳当然后来成为这个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学者 但是他的师父啊 就是法拉比 他受法拉比的影响 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叫穆萨三兄弟啊 穆萨三兄弟 这个穆萨三兄弟就是穆罕曼德 埃哈曼德和哈桑这个三兄弟 很有意思 他们的父亲呢是一个大盗 但是后来改学回阵 研究天文学 所以 当马蒙还是王渠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成为马蒙的朋友 那么马蒙登基成为哈利法以后 将这三个兄弟视为己出 精心培养 把他们聘到智慧宫里面作为研究员 就形成一种庞大的势力 他们啊 这个三兄弟最重要的具足是平面与球面的体型测量 这是一个几何学几何学的问题啊 我们知道当人类的发现天文学发现地球是一个圆的时候啊 几何学就特别重要 因为平面和球面的这种测量 它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重要学者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花拉子密啊 花拉子密啊 花拉子密公元七百八十年出生在中亚的西瓦啊 因为马蒙哈利法要他来研究戏坛 所以他写出了戏坛的简本 简本 并且根据戏坛的天文学 创制了一个叫信地极印地天文表啊 这是一个天文表啊 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第一部天文表 这个天文表被非常广泛的应用 成为阿拉伯世界科学包括的基本工具 以后不断的经验和改善 到了十九世纪时候 根据穆萨花拉子密的这个天文表 而衍生出来的类似型表 达到两百五十余种 一千年以后还在埃及使用啊 他的新表 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曾经发了这个 我在西瓦拍的他的照片啊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呃花拉子密这个代售学之父 这个花拉子密对代售的贡献是最大的 被称为代售学之父啊 他发发明了方程式一项肖项二次方程 这些抽象的概念都是他提出来的啊 花拉子密写了一本书叫代售学 这本书是由马蒙哈利法来赞助的 所以他把这本书写好了以后 用一个带有宗教特色的布把它包好 献给哈利法 他说哈利法马蒙那种对科学的 科学的热爱神以此让他与众不同 他鼓励我写一个短的篇章 介绍最实用的扇数 告诉人们在处理遗产 馈赠财产风格 贸易和土地帐粮开钩挖除所需要的运善 华拉子密在翻译圣坛 在这个戏坛的时候 他掌握了印度数字的运善知识 写了一本书叫印度加减法则 据说是这个主题最首部的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的剧作 这本剧作虽然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根据他这本书来翻译成拉丁文的这个文本 如今还在世界保持了完整 那么正是因为华拉子密的这本书 叫印度加减法则 才把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传到欧洲 其实阿拉伯数字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 欧洲人第一次看到这些阿拉伯数字 从一到九然后到零 然后这些数字的运善这一套 都是从阿拉伯世界传过去的 只有阿拉伯翻译运动 才有欧洲人认识 才有阿拉伯人 才有欧洲人认识了阿拉伯数字 其实应该说印度数字才是真正的 当然也是阿拉伯人把这些东西传播出去 所以被称为阿拉伯数字 我们今天一直称这个为阿拉伯数字 那么来自埃及的科学家卡米尔继承了花拉子密的这个代数学 将代数学的方法用于几何学 并且提出了平方根的概念 平方根 最后一个我介绍一下就是阿维森 那我刚才说到阿维森 那他将伊本希腊 中世纪在中亚最有影响的科学家 哲学家 诗人 音乐家 最杰出的医生 被称认 成为医学之父 他是因为布哈拉 祖语哈马丹 也是中亚最有名的神童 十岁就能背诵古南京 由于他治好了曼索尔亲王的病 所以他有机会进入到 藏书丰富的皇家图书馆 就是智慧宫 大量的经典训练 使他学问功底杂志 具有极高的造诣 阿维森那承袭了法拉比的哲学 就是他的师父 我刚才说 他提出了双重真理论 认为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信仰 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哲学 都是真理 这句话很重要 阿维森那的双重真理论是什么 他认为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信仰 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哲学 都是真理 这是一种非常宽容的一种态度 阿维森那医生有两百部剧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哲学科学大权 是一部百科前书 另外就是大疑点 他一本书叫大疑点 他的医学著作 继承了希腊的西伯克拉底和盖伦 涉及到大量的几何天文 擅述音乐的知识 那么这本书在十二世纪被翻成拉丁文 成为欧洲医学重要的教科书 而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 这些东西都是从阿拉伯文最后翻成拉丁文 传到欧洲去的 那么最重要的翻译成果 我们还是要说到这个托勒密的天文学 托勒密的天文学 他的这个庞大和高深 他的学主义令整个阿拉伯人震撼 所以他们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将天文学大臣 恭恭敬敬的翻成自大论 而且由于对托勒密的崇拜 往往在他头上画上一个花冠 这是我刚才说的 所以后人常常把这个天文学家托勒密 误以为是埃及的国王托勒密 自大论翻译成阿拉伯文 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令伊斯兰学者震惊和败福 所以马蒙哈利法 为了检验自大论的正确性 亲自在炎热的尘土飞扬的新加尔平原 进行测量 并且他修正了托勒密的一些结论 一些结论 都是教法学校 那么在1168年时候 他进入到穆瓦西德王朝的苏丹宫廷从事学术研究 从1169年起担任塞维尼亚和克尔多瓦的法官 1182年截替突飞利担任大臣兼宫廷总御医 这个人为什么重要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重要 阿维罗伊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知道 我们凡是去过这个意大利的 都会去参观这个梵蒂港 梵蒂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西斯廷教堂 那么1508年纳菲尔画家纳菲尔受罗马教皇的邀请 在西斯廷教堂唱制了一幅具体的油画 叫雅典学园 这个雅典学园里面一共写了 画了57个人物 这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哲学家 数学家 天文学家 医学家 一共有57个 就是在16世纪初被世界公认的这些学者 57位 这个当中有一个戴白帽子的人 就是一个 就是在57位当中只有一个阿拉伯人 这个人就是阿维罗伊 我们就可以从这幅 从这个纳菲尔这幅油画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阿维罗伊他这种极高的地位 他的学识是被人类世界公认的 我们知道整个这个雅典学园 记录了雅典的黄金时代 这是一个希腊哲学和自由严肃的黄金时代 他的画的中心就是 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 那么在这个另外的这57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那么当时的画家就把阿维罗伊 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就放到了这幅画里面去了 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物 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当中的这个地位 那么当时由于 阿蒙哈利发直接支持这个阿拉伯世界的翻译运动 所以大量的他国家大量的用经费来支持 包括这个贵族达官贵人都来 慷慨盖郎支持这个翻译事业 哈利发前史到拜占庭 用重金来收集这些古典文献 特别是对古代希腊文献的草本 据说都是按等量黄金来付费 同时这些文稿拿到了哈利发的宫廷智慧宫 那么翻译他的作者也是按照等重黄金来付出稿筹 就说我买这本书等重黄金 翻译这本书也是等重黄金 相当于这本书 从他的原稿到翻成阿拉伯文是两倍的 我们看他们如何来翻译和全时这些古希腊的经典 他们每拿到一本古希腊的经典版本 然后首先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的版本 就是一本书变成了两本书 然后再用阿拉伯文来翻译这些版本的句实 翻译句实 就是把这个古典的原本翻译出来 然后还要把古典原本的句实把它翻译出来 这是第三本书 然后他们还要用这些古典的古希腊的哲学 古希腊的哲学来全时古南经 就变成了第四本书 所以他这个翻译的本身 翻译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将文字翻译过来 他同时是对这些古典思想里的消化的过程 消化的过程 他们首先要把它弄懂 然后准确的翻译出来 翻译出来还不搭计 还要把句实翻译出来 然后再用句实的东西去翻译这个 再用这个文本去全时这个古典经 这样一本书就变成了四本书 这样既保存了古典希腊哲学的思想 同时又大大的丰富了伊斯兰教理 这个宗教哲学 我们知道整个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 都是分成东派和西派 分成东派和西派 所谓的东派呢 就是以巴格达为中心 东派的代表人物是金迪 西派是以科尔多奥为中心 他的代表人物是阿维洛伊 为什么要分成东派和西派呢 因为后期巴格达这一边 阿巴斯王朝衰落 阿巴斯王朝的衰落 我们知道阿巴斯在公元750年的时候 阿巴斯王朝取代欧马亚王朝的时候 这也是非常血腥的洒落 就是当时新登基的阿巴斯王朝 他们把卧马亚王朝的前朝元老重臣 全部都请来参加一个宴会 这是一场真正的鸿鸣宴 这个宴会外面的这个大厅里面 宾丁密布 所以等这些人全部到齐了后 这些宾丁一声令下冲进去 一顿浪坎将所有维马亚王朝的前朝一老一少 全部斩尽杀戒 场面非常血腥 但是 在这场血腥 血腥的杀戮之中 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 他竟然齐齐般的逃脱了 他逃脱了 他逃脱了 于是他就沿着北非 沿着地中海的南岸 沿着北非 穿过埃及 穿过这个托里斯 来到了西班牙 来到西班牙 这个小孩叫拉赫曼 这个拉赫曼他的妈妈 其实是一个伯伯尔人 是一个伯伯尔人 他们这个伯伯尔根据的其实叫托里斯这一代 那么生活在 这个 北非的这个托里斯这一代的伯伯尔人 伊斯兰教就收留了这个小孩 然后把他拥戴为一个新的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就叫后我马亚王朝 我前面讲过 后我马亚王朝建都 就建在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 所以科尔多瓦后来就成为 另外一个翻译运动的中心 因为他是后我马亚王朝 也是一个这个 也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王朝 这个王朝里这个 纳赫曼也是非常有佐伪的一个哈利法 所以后期当巴格达 这个这个这个被蒙古人占领了以后 整个伊斯兰世界百年翻译运动中心 就从巴格达转移到了科尔多瓦 以科尔多瓦就成为这个翻译运动的中心 这个如果大家去这个西班牙旅行 我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到他的南部 去看一看这些这个当年的这些古城 塞维利亚 科尔多瓦 这个特别是科尔多瓦是非常值得看的 因为这些这些地方 他他曾经这个长期建都啊 作为这个后沃尔玛亚王朝里 这个都城啊 有非有很深厚的这个历史积淀 再加上在 这个反政府运动 这个八个世纪的反政府运动当中 就是伊斯兰教和这个基督教之间的这种打过去打过来 打过去打过来 所以他是保留下的这些文化啦 这些遗疾啊 好多都具有这种双重的特点 就既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教特点 也有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宗教特点 一样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啊 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啊 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一个建筑啊 他原来是基督教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堂 后来啊 这个这个被伊斯兰教战略后 在上面修了一个庞大的这个清真寺大清真寺 后来反政府运动胜利以后啊 把伊斯兰人赶走了以后 他们这个基督上又重新建了一个基督教堂啊 所以这次这种东西是非常值得看的 他有太深厚的这种这个基点 也表达了通过这种的折射一下 这个上千代的这种历史变迁是很有意思的啊 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 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啊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思想 对阿拉伯文明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在翻译运动当中 他们先后翻译到亚里士多德的行而上学 范畴篇 伦理学 物理学 工具论 就是说几乎能够找到的亚里士多德的居主 基本上他们都翻译出来了啊 把他这个这个保存起来 如果没有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运动 这些东西可能就全部都丢死了 都散失了 那么为什么阿拉伯世界 他们特别重视这个亚里士多德呢 我在前面讲过 马蒙他在梦中和亚里士多德对话 就足以证明阿拉伯世界人 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非常喜爱的 非常喜爱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重视亚里士多德 很简单 他们要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解释自然界 他们要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诠释古南经 他们要以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哲学思想 和正统教义来认战 使哲学独立于伊斯兰神学 这点很重要啊 就是刚才阿维罗伊说的 他认为真理是双重的 启示的也是真理 理性的同样也是真理 所以亚里士多德学派在阿拉伯世界形成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表明 伊斯兰教有他理性和宽容的一面 所以在这个 在那个年代 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 整个伊斯兰教 他是非常崇尚 理性哲学崇尚亚里士多德的 好下面我们简单 说明说一下这个百年翻译运动的意义 百年翻译运动的意义 那么这个百年翻译运动讲了这么多 他们翻译了那么多东西 从公元八世纪后期 一直持续到十一世纪前 长达两百多年 当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文明成果 那么这场翻译运动形成了 一大批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家 和伊斯兰教的学者 由于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运动 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古希腊哲学 古埃及历史 古波斯文明 古印度文明 所以把轴心时代的历史文献 翻成阿拉伯文 保持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另外这场翻译运动 产生了一些阿拉伯世界 非常重量级的这种人物 就是学者人物 包括像我说到的金迪 阿维森纳 阿维罗伊 法拉比 加扎里 穆萨 这些人物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 表明了阿拉伯世界的这种文明成都 所达到的水平 就这些人所代表的阿拉伯世界的文明 所达到的高度 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翻译运动 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 就是十字军东征 西方基督教世界 打到了阿拉伯世界 重新获取了这些宝贵的 阿拉伯的文字资料 文献资料 于是 再将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 从阿拉伯文翻成拉丁文 在欧洲传播 最终世纪的文艺复兴 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源泉 就是从阿拉伯世界 发现了大量的古埃及 古希腊 古波斯 古印度的这些文明 这些文献 这些文献 特别是 当反政府运动战胜了 这个科尔多瓦 占领了科尔多瓦以后 在科尔多瓦的这个博物馆里面 发现了大量的 发现大量的这种 阿拉伯文的文献 那么文艺复兴推动了世界 西方世界的发展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文艺复兴的思想和精神的源泉 却来自于阿拉伯世界 所以正像我在前面开始所说的 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 它起到了一个人类文明火炬的传递手的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百年翻译运动其实是阿拉伯世界充当了一次 人类文明这个火炬的这个传递手 所以十二世纪以后 阿拉伯世界逐步衰亡 人类文明火炬传递到了欧洲 传递到欧洲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 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明对人类社会所发展的贡献 是十分伟大的和卓越的 那么翻译运动为什么会来谋落了呢 为什么后来翻译运动没有继续坚持下去呢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来自内部 大概在伊斯兰世界百年翻译运动的同一时期 伊斯兰世界兴起了另外一种运动 这场运动就是叫圣律派的兴起 圣人的圣 法律的律 圣律派的兴起 圣律派一共有四大派系 就是哈利菲派 马尼克派 沙菲尼派和汉本里派 那么圣律派对阿拉伯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学派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伊斯兰神学家穆罕尼 这个穆罕尼德加扎利 这位一个神学家 他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 这篇重要文章叫哲学之旺 这个旺就是旺想旺意 那个旺系统的挑战阿拉伯世界里 阿维森纳体系 那么这个圣律派以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 来攻击翻译运动的理性精神 导致了阿维森纳体系的衰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也是一个悲剧性的 但是他也是无法避免的 为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宗教里面 解纳理性和不解纳理性的 这种原教旨主义 永远是有冲突的 这个不光是在伊斯兰教里面 其他的所有宗教都有同样的问题 我刚才说 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运动 后来翻普欧洲 其实 它是因为有另外一场翻译运动 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 对欧洲的文明产生影响 是源于另外一场翻译运动 这场翻译运动起点是在西班牙 在1085年的时候 西班牙半岛的这个基督教国家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是卡萨地利亚和阿拉伯的这个联合王国 收服了伊斯兰重镇 托莱多 这是原来的首都 获得了大量的阿拉伯文献的典籍 和阿拉伯的学者 那么 以西班牙为起点 12世纪初 英国的学者阿拉德 和西班牙托莱多的大主教雷蒙 就成为另外一场翻译运动的主力 这场翻译运动就是把大量的阿拉伯文献翻成拉丁文 然后传播到西方 特别是1096年十字军东征 基督教军队再次把大量的阿拉伯文献带到了西方 把这些文献翻成了拉丁文 翻成拉丁文 我们知道贵族 这个阿拉德是一个英国贵族 英国贵族 他被称为英国科学家第一人 这个人学识原博 游历广泛 精通阿拉伯语 他翻译的作品有十四部 其中最重要的是欧金里德的几何原本 还有花拉之密的天文表 天文表 这个雷蒙大举教 他在1120年的时候 他网络的大批人才 成立了一个翻译局 他也成立了一个翻译局 他主要是翻译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纳 法拉比这些人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剧作 所以你看亚里士多德哲学剧作 被留死 然后被阿拉伯人发现 然后阿拉伯人把他 用阿拉伯文把他翻译起来 然后欧洲又发现了他 重新把他们翻成拉丁文 重新留回欧洲 那么如何来评价 那这个百年翻译运动是一个 值得讨论的问题 有人问是不是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着罚呢 就说阿拉伯世界做这次翻译运动 是不是仅仅就是像一个 像一个逐罚一样把人多过江以后 这个着罚就被弃掉了呢 其实也不是 因为实际上阿拉伯人不仅在翻译 而且他们在很多方面 也取得了这些开创性的成果 比方我刚才说的 穆萨在授学方面 比方这个阿威罗伊在医学方面 比方这个他们在天文学方面 也包括穆萨的这个天文学 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就是他们继承了古典的经典哲学和科学 同时他们也创造性的发展 创造性的发展 创造大一点 阿威署那大一点 在长达五个世纪当中 已只是西方医学的典籍 和西方医学院的教材 这个这个是 他们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不成为问题 他就说不仅仅是一些主法 我们知道阿拉伯世界 他们的天文学 对西方的天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在阿拉伯世界翻译运动的1000年以后 哥白尼才在欧洲看到 刚刚用拉丁文翻译的自答论 所以哥白尼是在接受了 阿拉伯世界的天文学 包括穆萨的印第 这个和信地 信地和印第天文表 在这个极头上 他才有新的起步 开上了这个近代的这个天文学的科学 就是哥白尼的体系 是建立在这个极头之上的 哥白尼又影响了开普勒 加尼略 迪卡尔 然后才有200年后的 刘顿的科学革命 力学 所以这个 真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对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 把阿拉伯人 受百年来传承的希腊哲学 印度授学 天文学 一些重新传回欧洲 而导致了文艺复兴 这个贡献是不容自立的 不容自立的 当然有人也会问啊 那么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中 为什么没有带来类似西方的科学革命呢 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确要承认阿拉伯人继承了 也发扬了古典时代的这些科学和哲学 但是为什么这里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那么这个问题就跟李约瑟问题一样的 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技术是非常发达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是同样的问题 而是同样的问题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西方的科学革命它是怎么成长过来的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只有把另外一个问题讲清楚了 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阿拉伯世界有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类似于西方的科学革命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以后再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 我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今天的演讲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简单的归纳 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 也就是说据起来讲是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这个两百年当中 在阿拉伯世界 特别是在阿巴斯王朝的马蒙哈利发时期 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文化运动 这场文化运动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运动 这场翻译运动很好的继承了 整理了 发掘了 收集了 翻译了 古希腊哲学 古印度这个这个数学 古埃及天文学 还有这个欧洲的古罗马的医学等等啊支持 然后这个在阿拉伯世界传承 并且在阿拉伯世界也得到发展 后来啊 经过了这个 西班牙的反政府运动和经过了十字军东征 欧洲重新在阿拉伯世界发现了这些宝库 他们又将这些宝库重新带回到欧洲 而 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好我今天的这个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集中先来提啊 然后 请 鲁善女士到时候集中给我 我来回答这些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晚安